是什么原因让他半生漂泊 无处为家 他当时长得好长的头发 好脏兮兮的 他除了一个拐棍 众人齐心 这次他能否找到回家的路 看着他可怜吧 那就请求电视台 帮他找下他的家 你别紧张啊 我们就是问一下情况 就想帮你找回家 找他家 骨肉分离兄弟四散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 令人唏嘘的往事 他好想去家 可是现在要脚乱了 那你妈妈可以 就不要意见我了 回家的路 都市情人 今晚播出 都市情人 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如果你有什么心理困惑 或者情感难题 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 可以关注我们 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 6800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讲到了 南昌市东湖区的居民工会会 向我们求助 帮助他家的租客廖青松 找到家和亲人 那么接到求助之后呢 我们迅速和南昌刑事侦察支队 三大队的民警啊 一起来到了廖青松住的地方 了解情况 并且给他采集了血样 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之后 南昌市刑事侦察支队 三大队的民警杨敏猜测 能按照正确笔画 写出自己名字的廖青松 或许曾经上过学 有过户籍信息 由于廖青松坚称自己老家是湖南的 因此一开始 查找的范围被锁定在了湖南境内 我们就发现在湖南境内 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跟这个当事人 跟咱们这个当事人 所说的这个哥哥 情况有一点点类似 包括年龄啊 名字啊等等 但是当我们去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家庭的人员信息 并不是像咱们这个当事人 所说的那样 只是在湖南境内的查找过程 进行的并不顺利 后面我们是详尽地把这个 当事人在现场跟我们所说的 各种线索进行一个倒推的话 就发现可能我们他提供的有些线索 我们不能说他错误 但是可能会有偏差 需要我们重新去调整一个 调查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之后我们就把 他的线索进行整理之后 把调查范围扩散至全国 在这之后 杨敏又再一次仔细地梳理了 廖青松提供的线索 并结合这些线索 将调查范围进行了调整 最终我们是在广东省 我们发现了有这么一个 叫廖青松的一个人员 到现在为止 他的户籍照片 人是黑白照片 所以说这张黑白照片 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杨敏说 正是这张黑白色的身份证照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也给廖青松带来了回家的希望 那么当我们对这个人员的 相关关系人进行分析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让我们非常 欣喜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他的同步人员信息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 咱们这个当事人所说的廖苗春 就是他记忆中的 对 就是在我们发现这个廖苗春的时候 应该就是咱们这个当事人 记忆中所说的哥哥 找到疑似廖青松记忆中的哥哥 廖苗春 廖青松的回家之路 就逐渐清晰起来 他的家庭里面 确实早年有一个弟弟 因为智力缺陷走私了 而且家人在这么多年里面 也一直在寻找 当然也聊到他家庭里面的一些情况的话 发现跟咱们这个当事人所述的 是基本相符的 在和廖苗春沟通之后 杨敏了解到 廖苗春有一名出生于1986年的弟弟 名字叫廖青松 因为童年患病 留下轻微治理残疾的后遗症 于2004年在广东的家中走私 结合相关信息 基本可以确定 廖苗春的这个弟弟 就是现在在南昌的残疾人廖青松 那么也是为了确保准确无误 我们就依法采集到咱们这个疑似对象 廖苗春和咱们这个当事人的DNA样本 进行一个DNA比对 经过比对的话 就确认他们之间 确确实实是同胞兄弟的关系 我们介绍到咱们这个疑似对象 就请丹苗春结婚 就没找到 6月1号傍晚 民警在南昌西站接到了从广东来的廖苗春 其实让我们很欣慰的是 这个家里面对这个廖青松 是非常心疼 也是第一时间说要来接廖青松回家 我第一去那个县公安局 那里第二 有了那个联系方式 才通过里面的这个电视台 和里面行径行为队 再帮忙才找到我十三 十九年的顺便 在整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感受到他们自己家人 一个能不能的亲情 也是一种不抛弃 不放弃 而从廖苗春口中 我们也得知了廖青松和家人 失散的经过 各方面信息啊 你像那些监控什么都没有 只知道那天早上啊 他去养过去 人家那边 就是说同性里面 他娶那个儿媳妇 他就帮忙去了 他就早上 我弟就早上娶个单身出去 晚上没回来 他没找 第二天一天一夜没回来 没找 第三天 他反正不在家去找 第四天才联系我 我回去都只知道 往哪个方向去了 根本都不知道 让谁拐走 廖苗春说 廖青松离开家之前 有人曾找他外出做工 所以他认为 弟弟是被人以招工的名义 拐走的 骨肉分离的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往事 对我们就是说 就是说 扑予自己的 就是说实在的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有吃有做 即使天各一方 他们也从未放弃 寻找失踪的兄弟 因为走失 19年 这个 这个也是 做 就是 在外面做工 也没照顾到 回家的路 下集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 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和他共度一生 是三十五万个小时 说出我爱你 用了二百四十天 牵他的手 犹豫了三十秒 而遇见他 只需要一个 刚刚好的机会 将下套大型 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在这里 遇见美好爱情 优质青年嘉宾 专业婚恋服务 信息真实 安全可靠 高校互动 轻松交友 将下套 连美全省 各级行政机关 各大企事业单位 为青春加油 让爱情发生 关注都市情缘 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 0791-8831-6800 个人或单位 均可报名 在南昌市刑事侦查支队三大队民警杨敏的帮助下呢 我们找到了廖青松失散多年的哥哥廖淼春 在得知弟弟的下落之后 廖淼春第一时间从广东来到了南昌 准备接弟弟回家 在和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得知实际上啊廖青松在18岁那一年 从广东接阳的养父家中 骑自行车离开了 因为轻微的治理缺陷 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也想不起家在哪 从此一直在外流浪 直到来到了南昌 遇到了房东 工会会 除了从广东赶来的哥哥廖淼春 六月一号 廖青松的弟弟舒克庚 也从湖南老家开车来到南昌 令人不解的是 三个人明明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为何却有着两个不同的姓氏呢 而在和廖青松的沟通中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弟弟 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 1990年出生 然后当时我深复 在于1990年正月的时候 因为一些事情 所以他意外地去世了 然后我当时是个 在娘太里面就只有三个月 然后当年的六月 我睡在了 当时相当于我是一个淫妇子 舒克庚出生那年 他的父亲意外离世 在这之后 舒克庚的母亲在姐姐的介绍下 带着三个孩子 改嫁到广东接洋一户人家 舒克庚回忆说 母亲到了接洋之后 发现自己受到了姐姐的欺骗 因此带着舒克庚返回了湖南老家 然后我妈感觉当时好像是受骗了 然后就从火龙那边 当时就带着我 偷偷地跑回了湖南 然后把那边我哥 当时所在的地址 跟我家里人说了 然后我当时我有个叔 和我一个姑父 两兄弟就跑到火龙那边 去找他们 把妹带回来 因为当时因为那会儿 他们已经在那边上户了 在那边上户了 对 上了户了 然后我们这边 没有合法的一些手续 所以当时没有把两个哥带回来 舒克庚说 母亲当初离开广东时 因为是偷偷走的 所以只带走了年纪最小的舒克庚 而当母亲回到老家后 让老家的亲人 去广东接两个孩子时 收养两个孩子的家庭 却已经将他们在当地登记落户 然后第二次 我那个 这朵书和我姑父 在湖南省白瓦市园林县 就当地派出所 开了相关的证明 然后再去 我大哥和我二哥的那个地方 他们已经换了肚子 当时第二次去的时候 就没有遇见 没有找到我大哥和二哥 然后当时因为 信息交通各方面都比较之后 所以就是 没有 后面就没有去再找 舒克庚告诉记者 收养两个哥哥的家庭 就是母亲被骗去广东 改嫁的那户人家 他们不同意 让两个孩子回湖南 甚至要求舒克庚的母亲 回到广东生活 而此时 舒克庚的爷爷奶奶 又不同意舒克庚的母亲 带舒克庚离开湖南 最后 舒克庚的母亲 选择留在湖南 照顾最年幼的舒克庚 一家人从此分隔两地 当时就是语言不同 语言都不同 语言不同 上学的时候 人家就是说 他知道你是外地人 就是说 你只是点人 几乎他有堂地 那些子女 有时候就跟我们走得近一点 他们就说 当地的小孩也不敢欺负 我看你这么多 这个季父其实对你 他就是说 就是说对我们 就是说 就是说 不比自己的 就是说实在的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有吃有住 就这样 在陌生的季父家里 年幼的廖妙春和廖青松 相依为命 互相陪伴着 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廖妙春说 直到成年之后 他才通过母亲寄来的信件 重新和湖南老家的亲人 取得联系 这一是从小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是说不好听的 有个季父 但是他就要 就是要去做工 有时候你家里 叫你煮饭 你就要煮饭了 就叫你 就是家里的事情 还是要做 所以他从小就会去 就会做饭 会这些 会 家里的农果也有分别 他叫你做什么 就这样 两兄弟在远离母亲的 陌生环境中 互相依靠 陪伴成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外流浪十多年之后 廖青松忘记了很多事 却依旧牢牢地记得 哥哥对自己很好 而身为哥哥的廖妙春 在得知弟弟的下落之后 第一时间赶到南昌 想要尽快接弟弟回家 走私 19年 这个也是哥哥 在外面做工 也没照顾到位 其实觉得会有点费责 所以觉得哥哥 如果哥哥要去承担他的 或者去照顾他的责任 是 舒克庚告诉记者 二哥廖青松 之所以会有些致力残疾 是因为小时候的一场大病导致的 而母亲之所以会想到去广东 也是以为广东经济相对发达 有更多的机会治好二哥的病 却没想到最终会落得骨肉分离的下场 在舒克庚看来 哥哥的走失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母亲是18年的时候 农历的六月 然后已经患了癌症 因为是晚期 所以没有得到最终会 然后我母亲当时 她最大的遗憾 第一个就是 我二哥当时没有找到 当然 这也是挺伤心 舒克庚说 母亲去世前 曾经再三嘱咐他和哥哥 希望他们兄弟俩 能够寻回流落在外的廖青松 能够一家团圆 时隔多年后的团聚 兄弟们的到来 能否唤起他丢失的记忆 他能不能看到谁 啊 哥哥 你一直上次不是跟我们写的名字吗 顺利踏上回家的路后 他将在亲人的陪伴下 开始新的生活 我 他和小姐家 可是现在要脚乱了 那你们啊 他一定要不要 一定要我吧 回家的路 下集都事情员正在播出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轻血 三百年轻血 骨方 砖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红血 梦齐轻血 八味片 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啊 好错你要闻 哦 我闻了 好错你来尝 哈 我尝尝 唇酿量造无添加 唇香酸少好唇酿 长康纯酿白醋 就是惊喜的味道 制毒 贩毒 吸毒 毒害自己 殃及他人 毒品危害 是人类社会的公害 毒源不息 禁毒不止 全民动员 打一场禁毒持久战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三级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电话 0791866 五个三 看都市二直播 玩都市放心拍 都市放心拍 创新购物新体验 从生活好物到车辆房产 精选拍品 干拍通就能一见竞拍 法拍资产 法律专家直播答疑 新节目 新平台 都市二直播 边看边拍 都市放心拍 拍卖 可以很简单 从廖妙春和舒克庚两兄弟的讲述当中呢 我们可以拼凑的出廖青松颠沛流离的前半生 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了 那么童年患病之后呢 留下了智力障碍的后遗症 青少年时期啊和哥哥相依为命 却在临近成年的时候被骗离家 从此在外边流浪近20年 那么这些年呢 廖青松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和亲人 而廖青松的亲人也一直在思念和牵挂着他 命运何其的残忍 最终啊 是让廖青松的妈妈带着遗憾和愧疚离开了人世 而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呢 廖妙春和弟弟终于是找到了廖青松 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第二天一大早 廖妙春舒克庚兄弟俩 就跟着杨敏来到廖青松的住处 打算接廖青松回家 愣出来吗 能不能认得他谁 哥哥你一直上次不是跟我们写的名字吗 认得他是谁吗 认出来了吗 我看你 你哥哥 知道吗 你不是对我吗 我还不好 还听得懂哥哥说的话吗 你还是说过 你不是对我吗 有一点点听不懂 你看看看这个 这片有影响 这片有影响 是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吧 这是 这是妈妈 这是大哥 这是我 这是你 可能是因为分开太久 刚见面时 廖青松并没有认出哥哥 直到弟弟书克庚 翻出手机中的一张老照片 廖青松才发现 自己思念和寻找了近二十年的亲人 终于找到了 我正式说 那天怎么就回去了 跑到哪里 一天又不跑 跑到 跑远了 找不回去了 期待这时候 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名字 没有 是 我自己 不想到 在家里了 找妈妈去了 见面现场 弟弟书克庚 关心地查看着廖青松 受伤残疾的双脚 仔细地询问着他的伤情 而大哥廖妙春 则是询问起二弟 当初离家的原因 看着这样关心自己的亲人 廖青松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听到二哥小心翼翼地请求 舒克庚在一旁 气不成声 此时廖青松向大哥提出 想要给远在广东的继父 打一个电话 老爸 还好 我 我 你怎么可能回去 我说不准了 下午 我就能到家了 好吧 老爸 拜 对不起 我 那天呢 没有 被吵 养鱼 我怕 你们都生气了 说 我 他给你打算 听着廖青松和继父的对话 廖苗春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这些年来 对弟弟的担心和牵挂 在这一刻决堤 他一遍又一遍地 抚摸着廖青松的后背 用泪水和行动告诉他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 家和亲人 是他永远可以停靠和依赖的港湾 南昌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 于2022年5月27日 对行政支队三大队提供的 标有廖青松血样 廖苗春血样的检材 进行DNA鉴定 通过鉴定 廖青松 廖苗春为同胞兄弟 祝贺你们兄弟团员 谢谢 谢谢 南昌市刑事侦察支队 三大队队长陈小平 在现场为兄弟三人 宣读了DNA鉴定结果 从这一刻起 廖青松19年的流浪生涯 宣告终结 他终于可以跟着亲人一起 踏上回家的路 而民警们不仅为兄弟三人带来了DNA鉴定文书 还把廖青松后期返回老家 恢复户籍信息需要的书面材料 都给他们准备齐全了 我们南昌警方吧 也是尽可能地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走好这第一步 就是把户籍恢复完之后 能够加入社会保障 等等的在医疗生活方面 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在向房东工会会和周围 曾经照顾过廖青松的邻居们 表达了感谢之后 兄弟俩帮助廖青松收拾起行李 打算立即带他启程返回湖南老家 考虑到廖青松没有户籍信息 难以在辩明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记者联系上南昌市第一医院 给廖青松提供了帮助 让他在医院完成核酸检测 并且由医院出具了书面的核酸检测报告 让廖青松能够顺利回家 因为有医院得资 他是一个无身份的一个女士 所以我们医院给他 就是说特地开通的一个绿色通道 给他免配做一次核酸 以帮助他能够快地回家 回到湖南老家后 廖青松不顾倾盆大雨 第一时间让兄弟们带着他 去祭奠去世的母亲 在母亲的坟前 廖青松埋头哭了很久很久 和母亲分开三十年 和大哥失散十九年 岁月的流逝和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 让廖青松忘记了很多事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江西的 不记得家在哪里 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 要寻找回家的路 没有忘记要寻找母亲和哥哥 在廖青松的世界里 唯有亲人是他用尽一切 想要记住的存在 好在他的家人 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 如今廖青松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 希望从此以后 家人的爱和陪伴 能够抚平这些年的流浪生活 在他身体和心灵上留下的伤痕 好的 今天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想拖单别等待 找二套放心爱 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都市频道正在打造 以单位为基础的 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那么想要拖单的朋友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在应用市场当中 搜索金视频爱不下载 打开金视频 进入到都市放心爱的社区 这样就可以报名参加 我们举办的活动了 那么同时呢 你也可以通过都市晶圆都市现场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